台北市從七月初一開始 買時是免費也沒有算錢 那月初開放大家心情 已經有超過二十五萬人來心情囉 第一天是要先開放像節溫沾 這裡的地方 在月初一 現在口大到寫過 一些主要的路加工車店裡 不過目前只要提供 五百十二鎖錢有萬的速度 有民眾人員這樣太萬了 節溫沾裡面人很多 很多人聽到錢有萬囉 台北市無線上網 七月以後將生在節溫沾上 起來頂點不用去供應 六月初開放申請有百 到現在已經突破了 二十五萬人申請 但是要真是人不知道 已經申請民眾 裡面了在節溫沾裡面 設施一個 可以接受到台北福利的無三十點 目前只供應 五百十二鎖中邦 傳輸速度跟收發電池遊行 接收到團賞 當我按住了 沒辦法收發到媒體的壓音 民眾是無關速度五點半 就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能接受 太慢了 感覺不是很給力 又不是只活在台北 我還是可能會去其他地方 對 所以你覺得不會考慮 會考慮啦 但不會很依賴 台北市第一階段 提供台北在運沾 地下家 市府大樓 集結行政中心 市立特殊館 市立聯合便宜 市立公共町所 10月以後開始 再擴大到市外公共町所 市場中後動路上 主要感到 跟理工車上面 都可以不算盡望路 台北公車有四千輛公車 那其中有八百輛 那會用來裝那個免費無線上網 我們做基本的服務 那如果說他有更高的 那個寬敏需求的話 那他其實得用服務的方式 台北市七月以後 將會推動的免費無線上網路 採取職貸主義 無分國來外民眾 只要在台北市都可以 不過是要享受 免費無線上網路 真正愛生 會記得申請別貌 記者總合佛的